中国芯片取得重大突破,怎样的成就能摆脱西方卡脖子,会和中国在短时间内强势崛起? 近日,据社交媒体消息称,中国在众多芯片关键技术遭西方国家抵制以后,解决尖端技术卡脖子问题就成为中国产业的发展重点。 但是,最近中国就解决了这一难题,据悉,中国已经在芯片制造关键材料丹晶纳米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实现了国产化量产,这也说明中国在解决芯片技术被西方卡脖子的问题上取得了较大进展,而且将有望实现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卡脖子,从而实现完全独立自主生产芯片。 这消息一出,当即就在世界上引起了较大反响,都在感叹中国科学技术的强大,以及发展速度之快,完全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又一次创造了中国速度,居然美国都发出感叹,完全大意了。 这也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是感到无比惊叹,甚至是不得不服。 而且中国此次,研制出芯片制造关键材料,单金纳米铜对于打赢中美芯片之战,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此前中美的芯片之争,可谓是异常激烈,而且也被视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且两国在芯片上互不相让,你追我感,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此前的中美芯片之争,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对于中国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由于美国在芯片材料上的绝对优势,没货就占了自己的巨大优势,就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封锁和制裁,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 所以美国就对中国实施芯片等关键技术产品的贸易禁令,这就使得中国在芯片的发展上被美国卡脖子,在芯片的发展上是苦不堪言。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多方面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因此近两年,美国连续制裁华为、中芯国际等中国高新科技企业实施制裁,使其无法购买大多数以美国进入制造的产品。 一位欧洲科技公司的高管表示,职业制裁创造了一种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涉及对美国公司的豁免,而其他国家的公司则被阻挡在中国市场以外。 对于美国的多方位制裁,中国进行积极应对,并对美国实施反制裁,阻止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据悉,此前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应用材料公司,计划收购日本国际电器公司的计划宣告失败,原因是因为未能获得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而且美国企业也不愿放弃中国巨大的市场,所以在等待了两年以后,美国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收购案。 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完全有能力限制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而且中国很可能会继续阻止美国半导体公司在全球的收购行动。 尤其是美国晶片公司英伟达以400亿美元收购英国晶片设计公司的计划,也将会受到影响,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不利的因素。 所以中国和美国在晶体之争上,最终的结果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所以中美之争只会影响两国的发展。 因此有专家称,美国应该尽快与中国进行对话,拜登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美国晶片制造商的智慧财产权提供可靠的保护,守护要就此达成一致协议,并非不切时机。 毕竟中国也希望美国大型半导体制造商在中国投资建造现代化工厂,现在美国企业选择绕开中国,因为他们担心技术外溢,这也对中美两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 因此,中国为了摆脱这样的区别,就加快对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力度,并且中国多次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同时为此还斥资,加强扶植半导体产业,并立入中国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由于国家大力支持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所以才使得中国能够在晶片领域取得如此大的进展。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此次研制出的单晶纳米铜,是中国国内首条单晶纳米铜,而且建立了智慧加工生产线,并已经在温州平阳经营投产。 所以这标志中国晶片制造关键材料单晶纳米铜,实现国产化量产。 据悉,这条单晶纳米铜的直径为13微米,并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系,是机体电路半导体封装的关键材料。 所以此次研制出这一关键性材料,也能够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在晶片上对中国的恰不自,因为以往中国半导体关键材料的大部分都来自进口,且原材料是贵金属金或者银, 价格很贵,这就大大加大了生产成本,对于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 因此中国此次在单晶纳米铜取得的技术突破,也实现了用铜机新材料代替其他贵金属,从而可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能够节约一大笔成本。 这对于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也带来巨大促进作用,而且中国研制出的单晶纳米铜可以主要应用在通讯、汽车领域以及医疗和公共领域的晶片上。 据悉,目前平阳生产基地,年产能为500万卷轴,达成后将满足内地相关行业约10%的使用需求,这就为中国机体电路打破封锁代替进口的目标贡献力量。 中国不仅在晶底材料上取得了巨大突破,而且在生产凭借上,中国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近日,中国浙江大学传来喜讯,由该校物理系教授朱石瑶领先研制的超导量子芯片莫干一号与天母一号问世。 据悉,莫干一号采用的是全联通架构,天母一号采用的是近联联通架构,实现从研发设计到制造的一条龙体系。 而莫干一号和天母一号的问世,对中国芯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实现绕过光刻机,制造出超导量子芯片,而且在未来实现商业化量产以后,中国将在芯片领域实现弯导超车。 因此,不难小看莫干一号和天母一号,这两款量子芯片的问世,将会成为开创量子技术领域的前驱,能够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蓬勃的发展动力。 而且中国在后续克服一切的技术阻碍以后,有望可以实现完全商业化量产,从而可以加快助力中国的芯片领域中国系芯片领域的发展。 因此,美国以断供光刻机,对中国晶体经营制裁,就可以阻碍中国芯片技术的发展。 但实际上,美国越是对中国采取技术封锁和压迫,那么中国就会变得越强大。 因为这反而加强了中国突破科技封锁的决心和动力,从而使中国的科研团队独辟蹊径,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促进了科技的更新换代发展。 这也进一步证明,中国不怕任何困难,反而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从而通过不断自主创新发展,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从而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巨大回应,中国是不好欺负的,中国必定以实力予以强大的回应。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芯片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并继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促进新的技术革命,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贡献力量。